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大海老师 很高兴又跟各位同学在课程里见面了 那今天啊 咱们要来所学习的内容 可能同学们在平时的数学课程当中就已经接触过了 就是我们说的可能性 而且在实际生活当中 我们还是会经常碰到类似于这样的内容的 比如说像包括我们刚才课前短片说的这个抽签 这个相信同学肯定在平时中国当中肯定会经常看到 或者是遇到了 那再比如说可能我们会每天听到天气预报 会来预报一下明天有多少的可能性 会下雨啊 下雪啊 花风啊 等等等等 那么这些内容就统统都属于 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概率与统计了 那么对于今天这一条内容来讲 我们呢 需要了解的就是什么叫做概率 概率当中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术语和事件 我们也知道 以方便我们解题 第二个当然就是我们如何来计算概率 那么这两个内容也是我们今天学习的目标 而第二个如何计算概率 当然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重点与难点了 好了 那各位同学 接下来就跟随大海老师 进入我们今天的大海老师的传功时间 首先呢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在概率当中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名词术语 他们指的是什么 当我们把这些名词术语弄清楚 变得清楚了之后 那么对于我们今天来解决概率部分的问题 包括正确计算这个题目发生的概率 都是有帮助的 而且不会容易出现混淆了 那首先我们要来了解的第一个内容是什么呢 同样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就可以能够很容易的解决了 比如说同学们可能都会知道 这样的一个工具叫做骰子 好像据说真正的发音应该叫做头子 对吧 反正特别的神奇 对吧 好 那各位同学肯定都知道 这个东西了就是骰子 而且我们会经常利用它来做一些 跟立体几何有关的问题 因为一般的骰子可以迅速的看成是一个标准的正方体 对吧 那么对于一个骰子来讲 我们还有一般比较习惯度骰子 对吧 它会有六个面 每个面上都会印有一个点数 那么一般我们印的会是一到六 这六个不同的点数 那么接下来当我把这个骰子扔出去的时候 对吧 扔一下 然后它的标准上滚溜溜 转完之后停下来 那这个时候它一定会有一个面怎么样啊 朝上 当然在这里面 咱们先提前说好一件事哦 就是咱们不考虑各种各样奇葩的情况 比如说什么掉沟里啦 比如说骰子摔裂啦 再比如说骰子立柱啦等等等等 这些咱们都不研究哈 咱们研究正常情况就可以了 那么当我把骰子扔出去 当它停止旋转之后 一定会有一个面朝上 但是它朝上的这个面的点数是谁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我们可以能够控制的呢 咱们说除了作弊之外 一般来讲是不控制的 换句话说就是朝上的这个面点数 也许有可能是一点 也许有可能是二点 三点 四点 五点 或者是六点 那也就是说 咱们举其中最基础的一个例子 当我把这个骰子扔出去之后 这个一点朝上的情况 它是有可能发生的 但是也有可能没有发生 对吧 也许有可能朝上一面 恰好是一点 运气不错 那也有可能朝上的面是 两点啊 三点到六点等等 也就是没有出现一点朝上的情况 那么在我们的概率统计当中 对于这种这件事情 我可能发生 也有可能不发生 那么这样的事件 我们把它叫做随机事件 当然了随机事件 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要求 那就是当你通过大量重复性的试验之后 你会发现 一点朝上的这个所占的比率分值 那相对来讲 是会接近一个固定的值 是有一定的规律性的 那么这样的满足这样的要求的事件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叫做随机事件 在一次试验当中 这个事可能出现 也有可能不出现 而且要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那么我们就把这样的事件 叫做随机事件了 那就是比如说 把一枚材子扔出去 一点朝上这个事情可能发生 也可能不发生 而经过大量重复性的试验之后 这个一点朝上所占的这个比率 一定是一个固定的 或者是有一定的规律的 就好比我们知道 另外一个更著名的概率实验 就是扔一个硬币 然后正面朝上的可能性有多少 那么当我们知道了随机事件之后 那既然马上 概率到底指的是什么 我们已经可以很清楚能够知道了 概率研究的 就是这个随机事件 发生的结果到底是多少 那么这个我们就叫做概率 那就是随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的这种度量 我要确定你这件事情发生的概率 到底是多少 你的可能性到底是几分之几 或者百分之多少等等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概率 一般来讲 我们会习惯用字母P来表示概率 这样大家也就能够知道了 在我们像以前学排列组合的时候 有可能会觉得 为什么有的书上排列组合里面的排列 会用P来表示 但现在为什么换成了A 就是因为现在在数学里面 我们用字母P一般来表示的是概率了 好了 那给你同学 首先我们就知道了 什么叫随机事件 我们也知道了 什么叫做概率 但是在这个概率或者随机当中 我们还会有两个非常特殊的情况 这个你请同学们稍微了解一下 一般做起的时候是很少会出现的 而且他们的结果是多少 也是固定的 但是这两个小的事件 咱们还是要稍微了解一下 那咱们先说第一个事件是什么呢 很简单 那就现在同学们 是不是正在观看大海老师的课程 那么大海老师现在 户戴了一副眼镜 然后头发是短发 然后穿的是一件小背肌 好吧 这个经常被同学吐槽 老师你这衣服到底换不换 当然从另外一个方面能够体现 大海老师是一个多么勤俭解决的人 对吧 其实主要是没时间去买衣服 对吧 好了那给同学那现在我说 那现在同学们看到了大海老师 戴着一副眼镜 吃短发 穿着一个小背心 这个事情是不是必然的 这肯定的吗 必须的 那我现在见到大海老师 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像这样的 是一定会发生的事件 在下面当中 我回答已经叫做必然事件 这是必然的呀 你现在看到了我 必然是这个样子呀 对不对 那么我们对于这种必然事件的话 那不用说一定发生 百分之百发生 所以必然事件的概率 当然就等于 一了 那就是一定会发生的事件 那当然马上 有过去肯定能知道了 既然有必然事件 那就意味着一定会有 不可能发生的事件 对吧 同样几个例子 我说 一年得有368天 呃 这撑死了一年最多才366天 对吧 我说一周里面一定有一天是星期八 好吧 这都是 这难不成出了点什么状况 对吧 这是风雨风雨了 对不对 OK 那各位同学 那你会发现 有一些事件是绝对不可能会发生的 或者在我所规则的实验当中 它是不可能发生的 那么这种不可能发生的事件 当然它的概率就等于零了 所以在概率当中 我们会有两个非常特殊的情况 一个是必然事件 概率为一 还有一个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件 概率就为零了 好 各位同学 首先随机事件和概率是什么 怎么样 你都弄清楚了吧